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炒酸辣土豆丝时 我们只要看一眼土豆,就知道该加多少醋比较合适,非常简单 一起来看看吧 先给土豆切起玉刀,再把切面朝下放 这样土豆就不会打滚了 然后切成薄片,再切成细丝 如果想偷懒就直接用擦丝器 如果想土豆丝更有灵魂,更好吃,就手工切丝 之后放到清水里 淘去里面的淀粉,使土豆丝更脆爽 然后捞出来,再换盆清水泡着 接着准备点大蒜 拍扁后切成末 再切点葱花 如果能吃辣,就用比较辣的辣椒 不能吃辣,就少放点 个人感觉辣一点会更好吃 抖掉多余的辣椒子,放盘里备用 土豆丝泡好后,再淘洗一遍 之后放露兰里控水 下面箱炒锅里多加点油 放十几粒花椒 用小火慢慢炒出花椒香味 香味出来后,把它丢掉不要 再倒入准备好的香料 慢慢翻炒出香味 接着下入土豆丝 从这里开始全程开大火 再快速颠锅,让土豆丝裹上油膜 然后用锅铲把土豆丝均匀地堆起来 不要堆太厚,也别堆太薄 下面开始加醋 加醋是我们沿着土豆丝的最外边加醋 沿着边慢慢加 加四分之一边的醋就可以了 别一下子倒,要慢慢地倒 然后翻炒均匀,把醋香味炒出来 接着加入适量盐 一点蚝油 一点鸡汁 再次翻炒均匀 装盘,出锅 加点葱花点缀 现在可以吃了 这样炒酸辣土豆丝时 我们沿着土豆丝的最外边 慢慢倒入四分之一边的醋 会把醋加得很准 除非你的醋超级酸 一般情况下,这样加醋就非常合适 喜欢就试试吧 我们下期 得估计